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来到《华山论世》节目 今天和我拍档刘兰昌又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是 兰昌 我今天想跟你讲讲1月11日 在台湾发生的F-16战机有墜毁 死了个军人 即是空军 问题就出来了 F-16战机是最新的一批 是 墜毁了 目前来说似乎未有什么公布 为何它坏了 当然要查 大家不禁说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美国佬卖了什么给台湾 台湾佬用什么价钱去买呢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其实美国卖军卖给台湾 真是掠水掠到 哇 但是 但是台湾佬制那里 你吹它不仗 又没有办法 给保护费 其实说真一句 如果你看回俄国有时候 有些东西都挺过人的 就是说回 美国卖了通过 卖了一些7亿5千万的美金 的军火计划 这些是卖什么呢 卖M109A6 有柏拉丁自行火炮和升级的设备 即是你拉着火炮车 然后就可以自己运撞 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俄罗斯有一个院士 接受卫星通讯社採访的时候 就说 美国卖这些柏拉丁自行火炮 然后就给台湾大笑三声 他说第一 这些型号已经很旧了 三年历史 他说 还有说的价钱 1850万美金一架 就令到俄罗斯专家 就忍不住笑 他说 他说 他说现在 这个美国最劲的坎克车 M1 在世界上 卖多少钱呢 700万美金 即是你说 美国最劲的坎克车 都是700万美金 而他卖给台湾 一架用车拖着的 有30年的运作历史的火炮 自走火炮 是1850万美金 那你说是稳不稳笨呢 也说俄罗斯第五代 SU-57战机 卖多少钱呢 4千万 但是一个火炮 竟然卖1800万 你说真的离不离谱 真的 不管台湾人的感受 真的 而且呢 还有台湾很多军事专家说 台湾买这么多塔车 其实用处不大 因为台湾的地形 冬面那些都是山 如果是乌克兰那些大平原 那些塔车再用了 山这边 我们先说回飞机 其实如果看回来说 2020-2022那么短的时间 都挺多意外发生 其实最惨是那次 黑影直升机那次墟机 2020年1月份 空军上将 这个事故 可能就是台湾最流行的 一有事就赖大陆 这件事就很难赖到大陆 赖不到大陆 上次你先说 16米坠机那次 他就赖到大陆 你常常在台湾 大陆挑战军军机 妖台飞 那我们的战机 就常常要逼着升空 那我们的飞行员 就训练不足 训练不足 训练不足 就进去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飞机上去 有个中国的飞机在 你说要去到离远 钓着它 我便在这 训练不是训练这些东西 基本上已经是最严厉的训练 人家找到中国的飞机 给你做目标 给你看着 跟着它飞 又可以广播之类的东西 其实你已经有了 是的 实际上 多数判断 这架16V 直插下海 应该是飞机上 飞机有问题 有说 这架飞机 就是练习 由空对地的攻击 就是铲下去 然后扔上去 就是 下了去便不能扔上来 可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 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几个猪头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 猪头是哪几个最猪头 这一次的16V 就是要将原来 台湾的141架 F16AB型的升级V型 其实最主要是加了一个电子仓 就是在电子设备上 例如自动追踪 自动宏外中充 超视距的攻击 其实飞机看不到你 但是雷达看到你 我就可以攻击你 超视距的攻击 最主要是这部分 但是发动机 所有的机件 都是旧的 都是旧的 就是我们驾车十年 你的车已经是很老了 很多机件要换 你外面擦好 它是没用的 下方铺装好 油过油 但是其实里面 那些内延机 都可能很差 实际上 等于我们的车 加多个自动动航 但是你的车还是旧的 你所有机件还是旧的 但它不是换了车才给你 没有 它这次最主要是电子仓 一个电子仓 最主要是一个电子仓 实际上那批飞机 141架 现在这里又跌了一架 其实前不久又跌了 实际上已经不够140架 其实美国都换了台湾一笔钱 本来这一笔改造 其中本来美国说 他们去负担一部分 大概去到四成 后来就说 我们美国跟他紧张 你们全部自己买单 全部买单 其实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Lockhead就是负责 搞掉这些机器就卖给台湾 那就卖了 开个价 就是这样的钱 你卖不卖 你不卖就走出去 台湾就没办法照备 比完之后突然间Lockhead 就跟美国空军说 现在F-35我减价 减价 如果计算数 就是这些F-16V 价次计算更贵 更贵 更贵过F-35 即是新戳戳 第五代战机 你又说了 台湾为何这么窝囊 你被人骗成这样 即是离谱 你又继续 台湾军方就解释 我买了他的服务 这个是好 买了服务 实际上 他那批是2018年 是特朗普批给蔡英文的 66架F-16V是80亿美元 实际上一架是1.212亿美元 即是1亿2120万美元 现在的F-35A 美国现在卖0.779亿美元 7,790亿美元 这个可以垂直起落的 就贵一点 1.013亿 老实说 即是你有一架最新的第五代 当然它不卖给你 但是它可以 即是大家参加同一个时间 你知道它是7千多万的架 你买这些所谓新的所谓 是旧型号 旧型号 反而是要一亿多 一亿二千万 即是三分一 即是三分一 贵了四分一 贵了四分一 所以没办法 你台湾现在实际上 能够帮它提供武器 只有美国 还有第二个地方 它不只是这件事 它误了你的市场 你说台湾可不可以跟以色列 和法国买呢 它全部能禁止你买 即是你唯一 就是买帕 就给它给它钱 送钱给它洗 用它的武器 即是你好像土耳其 和印度 它又买了美国武器 不时又买俄罗斯的 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我两边都有 但美国就制裁它 你制裁的数字 我有俄国的军机可以用 最少我会在市场上有得选择 除了飞机出问题 之后 战车也是有问题 即是坦克车 都是找它问 即是都是旧型号 再翻新 就是买给中东那些国家 又是贵很多 是的 为四成 他卖了一些给希腊 希腊 他卖了一些给希腊 但是接着 如果大家相比价钱 和一样东西 希腊是便宜了四成 那你又说 你真是 即是 即是台湾 真是 我都没有东西 实际上 就是台湾在这个地步上 其实 蓝绿都很明白 他们的武器装备 只能够来自美国 因为你再去另一个体系 因为武器是整个体系 美式就是美式 俄式就是俄式 德国呢 德国其实北约有统一制式 还可以 但是你买不到德国 你又买不到法国 而是他想买 美国佬都不让他买 不让他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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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样都没得说 他买的过程中 回涌和台湾的军火商的回涌 和美国的军火商的回涌 占到商量 但是所谓回涌的理由 就是说 当你是可以盖住那些数 大家不知道 你别人买多少钱 那你有得回涌 但是现在离谱 你要一亿二一架飞机 你别人买最新的F35 都是七千多万的时候 你别说垂直升降那些 就是这么厉害 你就这样在跑道上 你怎么贪 但是现在台湾觉得 他在F16里面 他拥有的F16战机 如果是140架AB型 全部改成F16V型 加上66架新的 他就有200架 他是亚洲里面最多F16战机的地区 最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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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现实 我看了一段东西都说得很有趣 就是说 怎样去攻击一个空军 是 他说飞机 即是空军 任何一个国家空军 大部分的时间 就泊在机场 你只要是出奇不已 突然间攻击机场 基本上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空军 就是毁灭他 你不要想着他设计几架飞机 你又设计几架飞机 你在空中和他空战 Dockbike 打低他 其实不是 攻击空军 是机场 是 你有200架飞机 那又怎样 老实说 人家用火箭炮 中国用火箭炮 我们上次说过 saturation bombardment 饱和式轰炸 你什么都玩完了 是 你根本都未起飞到 而且实际上 未来的空战 真正是战机对战机 就已经是空中那种格斗 之前韩战时是空中格斗 大家在那边斗圈 那样打 那边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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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这一代空战 就是超时距 我未看 我雷达看见你 我已经是可以射导弹了 现在还有再生一代 就说已经是无人机战斗 就是已经是大家 各个国家已经是发展 无人机去空战 实际上就是变化很快 等到台湾这一批的F16战机 完全列装 因为它交付还有一段时间 可能实际上能够进行空战的无人机中队 在大陆已经出现了 是的 已经有这样 实际上已经是不断有这个消息出来 将来无人机空战 帮助你有自己空战 又是另一回事 战争的模式完全改变了 今天的结论就是一件事 就算你台湾有了这些新型的 即是第四代的F16B 无论改装之后 基本上中国一点都不怕你 好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